这个女人一口老痰喷在对手的身上 结果反手被一个大鼻都轮倒 这里是日本混混打架综艺Breaking Down第九季 本季度依然加入了女混混的元素 让赛制和剧情更加的紧凑和完整 女混混一言不合拽着头发就干 在这里促成一场比赛只需要五分钟 喜欢看这种精彩的格斗视频 别忘了点上关注 我们一集一集往后跟 赛前的各种叫嚣和矛盾 只需要戴上拳套走上擂台 在这里只分高低不绝生死 当然这个满脸纹身的并不是李混混 他是蓝的 他叫杨泰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从小被欺凌 甚至一度想过自杀 后来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疯狂的纹身 穿上了女装加入了帮派 自己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打了也不知道痛 过来参加普世音道 也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的一番话 中国人听了可能觉得很逆智 但是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的国家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旁边小林的反感 他上去就给他一巴掌 杨泰并没有还手 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拉开 小林说要不然我们来打一下吧 于是赵三未来就给他俩安排了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看小林和杨泰的比赛 穿着白色衣服的小林 穿着裙子的杨泰 小林作为少年贩肯定是经常打架的 所以说他的拳还是比较重的 这个拳打中后老了 杨泰几乎是零防守 杨泰还在挑戏 哇这下是后老着地啊 这幸好是在累他上 如果在水利地上就完蛋了 开瓢了 杨泰是硬扛对手的拳头 好一分钟打完就是这样子啊 杨泰还是没有被KO 说明他的抗击打确实挺强 Brington的第九季啊 除了在场内 场外也有些选拔 这个染着黄色头发的叫通口五大 这个大花壁我们叫他花壁森 通口五大作为前辈被花壁森挑衅 那当然是忍不住 踢掉凳子就要干架 花壁森脱了脱鞋 两人就要摔跤 通口五大是练过柔术的 他们反而把花壁森给反摔 然后压在他的身上 这本来就是简单的赛前的冲突 然后但是他两个这个时候打打好像打成真的了 砸拳也砸上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刚开始是不拉啊 后来发现这个势头不对啊 还是上去拉一下吧 再不拉的话 这个决赛都打完了 还怎么卖票啊 哈哈哈哈 花壁森的飞标鞋都扔上了 哎呀 哎呦 哎呦 口署了 什么事 本身的 通口五大把麦克风气的都砸了 又损失几千块 花壁森在赛后的采访啊 也是疯狂的嘲讽他 那么就决赛界 好我们把镜头再拉回选拔赛场 他叫一腾自称暴走族的小队长 他说的话也是引起了招窗户来的注意 因为招窗户来曾经也是暴走族的 评伙就问他你想打谁 他说我要打这个一打十 他说的一打十就是林木大斧 这个染着黄头发的 这家伙经常看不是一个大人应该都认识他 吹牛逼是从来没输过 打架没赢过 那个一打十也是这么来的 他今天又看不起暴走族了 虽然他的实力不行 但是他的人气可以 所以今天他在坐在选手席上 林木大斧说你想打我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 招窗户来考虑了一会 然后问你们还有谁想打林木大斧 后面这个染着蓝头发的土屋犹太 他也想打 于是招窗户来就让土屋犹太和伊藤打一场 谁赢了谁可以挑战林木大斧 林木大斧那个水平啊 真的是可以说是宋啊 不知道他现在练的怎么样 谁打他应该都可以赢吧 片头的女后宫打架 我给他放在了视频的结尾 大家不要着急 一定要把视频看完 下面的选麻赛谁赢了 谁就可以打林木大斧了 基本上决赛也是内赢的 好比赛开始一分钟打架规则 蓝色拳道的伊藤 红色拳道的土屋犹太 伊藤打得更加的稳健 土屋犹太有点杂乱 伊藤是打架的老手了啊 土屋犹太是应该实战打的也不多 好一分钟时间打完 那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最终伊藤是拿下了比赛 拿到了林木大斧的挑战拳 林木大斧这个决赛应该也是悬了啊 除非在他后面练了很多 林木大斧和伊藤还积个拳啊 说明还是比较友好的 林木大斧的情商还是挺高的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他 大家不要走开 接下来还是一场硬仗 前K王的选手高江 这家伙是一个硬骨头 打了很多硬仗 这个挑衅者叫西川贵枝是一个拳击手非常的厉害 高江达拉走上去这个长毛怪也上去了 长毛怪说我也想打西川贵枝 瓜田纯是说这个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 肯定要先打一场看看他的实力 于是张三五来就给他找了一个对手 张三五来其实很坏的啊 他找了一个对手很强 他就是想看看啊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吹牛 好下面是高江达拉对阵顽田乔仁 顽田在前面的比赛中啊 也是非常的强 我们来看看高江达拉到底是不是吹牛逼 顽田的个子是又高又壮 打得又冲又猛 所以说他这个人是很难打的 但是高江达拉确实是防守非常的到位 然后有距离感也不错 顽田被屡次重拳击中非常的准 下面的这些高手啊都是在看着高手在上面对决 这个高江达拉确实是有东西啊 高江达拉这次应该是圈了一波粉了 把玩体验给KO掉了 那基本上高江达拉对阵西川贵枝的比赛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下面是女混混的打架啊 兄弟们你们心心练练的来了 这个被吐口水的你们应该都认识啊 蓝衣战神的小姐妹游美 游美和刚刚吐她口水的那个人啊 是有过节 两人在网上已经吵了半年了 这次来到不认为她就是来一决恩仇 这个时候中间这个白头发的是插了一脚 他俩都要打优美于是两人又产生了矛盾 日本女人吵架我就不想翻译了啊 太吵了 意思就是你的鼻子是整的 你的头发是假的是吧 各种就是嘲讽吧 一顿嘲讽完了以后啊 就是打架拉头发拽头发什么都干起来了啊 这个巴嘎我们听懂了啊 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啊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直接打吧 谁打赢呢 谁挑战游美 蓝色拳套的游葡萄 对阵红色拳套的胡桃 双桃大战 现在开始 女伙伙打架 下面的这些人啊 都当是看节目来看的 葡萄上来就非常的猛啊 冲 没有乱用 被打推 游葡萄是非常的稳健啊 左右的开弓 胡桃再次被打退啊 这乱打了已经 戴上拳套以后 拉头发的这个技能就被封印掉了 哇这个扫提很重 结果一分钟没打完 胡桃就已经在叫的痛啊 已经认输了 游美是开心的笑了 原来你们这个水平也就不过如此嘛 最终游葡萄战胜了胡桃 赢下了今天第一场女婚打架的比赛 完美的权势了什么叫做赛前有多销伤赛后就有多狼狈 虽然打不过你 但是我的嘴巴还是不服气 于是游葡萄对这游美的决赛就这样定下来了 下一集我们来看看女子大姐大版本牛华 到底有谁来挑战 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喜欢看混混打架 不要忘了点上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边是我们下期不见的